五年過去就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南韓要變天了 現在呢 新任的政府尹錫悅上任之後 在昨天也進行了就職典禮的演說 當然我們姑且不論這場就職典禮 他到底花了多少錢 但是整個的談話內容 他的文告上面 寫的內容大家都開始解釋 你到底呢 對北韓的態度是什麼 對中國對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而且呢 你對於日本接下來 有沒有跟人家和好 這都是我們今天大師的話題 主要跟大家談的內容 就像剛剛說的 昨天辦了就職典禮 當然歐美國家現在很在乎的就是 你對北韓 你接下來要怎麼處理兩韓問題 那他當然也知道 大家在等他的表態 所以呢 他的文稿就寫了 說暫時迴避戰爭不等於和平 所以呢 接下來他說他會怎麼做 他會打開對話的大門 而且呢 主要要去解決北韓 現在目前的核問題 好 當然他的理想很大 他希望呢 接下來是 國際社會 大家一起來合作 當然不是只有我南韓 大家一起合作 我們來援助北韓 援助北韓什麼呢 我們讓北韓的人民生活水準 整個被改善 那改善人家的生活水準之後 跟上現在先進國家 那逐步呢 我們就可以走向民主 好 這些東西聽起來通通都很漂亮 不過就有專業人士說 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為什麼呢 因為在南韓就有教授 北韓問題的專家 就認為 北韓主要的麻煩就是 他們會把所有的GDP 也就是國內的生產 所有人民賺的錢 通通砸在武器上面 而且大部分的武器呢 還是什麼樣的武器 是聯合國所制裁的武器 所以呢 就像剛剛說的 有個專家學者 梨花女子大學 北韓議題的教授 他就說 尹錫月這樣講 反而呢 只會觸怒平壤 但是呢 除了國際大事之外 尹錫月呢 也兌現了一個選民承諾 就是呢 他要把74年來 當成最高領導人 而且是象徵 韓國最高權力的青瓦台 要開放給大家參觀 主要呢 就是兌現他的選前說 把青瓦台 還租於人民的 這個承諾 那青瓦台這個 我們大概 簡單科普一下 因為過去 我們可能不是很多時候 可以研究青瓦台 青瓦台呢 有人叫他藍工 因為整個呢 就是青色的 占地25萬平方公尺 他整個的規模呢 是美國白宮的 3.4倍 你可想而知 哇 這個總統府之大 那現在的整塊地 要還給人民了 你可能就有一個問題來了 那總統府要還給人民 總統接下來去哪邊辦公 尹錫悦要去哪邊辦公 他現在說 要搬到首爾的市中心 前面的這個國防部大樓 但是這一半要花多少錢 11億 因此呢 他最近的支持度 掉到大概40%左右 比剛剛卸任的文在寅 還要來得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民眾認為說 現在國家這麼危急的時候 因為在 這個南韓的主要政府 在交替的一個情況下 你可以看到 北韓的動作是頻頻 所以對於南韓政府來說 現在他們的狀況是危險的 你砸這個錢 搬這一趟到底有意義嗎 但是論如何 南韓新政府確定更迭 未來五年將會有更多的問題 等著南韓人民 也等著隱錫月政府 漢文在寅夫婦握手致意 南韓新任總統隱錫月十號正式宣示就職 國會廣場前 永禁約四萬名觀眾 這是南韓時隔將近十年以來 首度舉辦大型的就職典禮 勢資高達三十三億韓幣 超過七千七百萬台幣 創下歷劫新高 但官方表示這是因為物價上漲 特別的是除了文在寅夫婦以外 被隱錫月親手送進監獄的前南韓總統蒲錦慧 也親自出席 而隱錫月在就職典禮上 首度以三軍統帥的身份向北韓喊話 東北韓的平衡也同樣 我並不是韓國之外 亞洲和世界的平衡 香港的韓國人 我為了這個平衡的解決 海外的門開啟了 隱錫月表示 暫時迴避戰爭並不等於和平 他強調為了和平解決核武問題 將會對北韓開啟對話大門 隱錫月也在演說中表示 當前國際面臨疫情危機 貿易秩序和國際供應鏈重組 氣候變遷 糧食 能源危機等問題 不是單一國家或少數國家 合作就能解決 他希望以自由民主主義 市場經濟為基礎 重建一個真正由人民做主的國家 因此隱錫月上任後 頭一件事 就是開放過去戒備森嚴的青瓦台 隱錫月宣誓就職的同時 青瓦台正式向一般民眾開放 象徵74年總統府歷史的74名國民代表 首先進入 大批預約成功的民眾也接連湧入 開放第一天共計2.6萬人到此一遊 青瓦台距離市中心有一定距離 而且籠罩著微純色彩 過去政府都有考慮過簽紙 但因警備費用等問題不了了之 而隱錫月三月當選總統後 火速推動選址頒前作業 雖然過程中引發一些批評 但最後成功在就職前 將辦公室移到市中心的國防部大樓 不過隱錫月上任後可沒有蜜月期 隨機要面對的就是如何振興經濟 並且解決高房價和青年失業率等問題 雪上加霜的是隱錫月所屬的國民力量黨 在國會沒有席次優勢 如今實現政黨輪替後 隱錫月該如何兌現競選承諾 打造成新的大韓民國 每一步都充滿挑戰 三立新聞葉劉報道 今天有一個很有趣的標題 說隱錫月究極之後 中美會上人搶人大戰 搶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地緣政治 我們講白話一點 叫做Gatau 不過他昨天的演說就說了 會維持你剛剛報導當中也看到了 會維護自由民主 而且要維護人民有尊嚴的生活 那另外尊重自由 還有跟創新國家合作 你聽到這邊有沒有覺得 開始有些朝哪邊靠攏的味道 這整串演說裡面 他大概還提了30次的符合美國價值 所以很明顯主打青美派 所以目前的消息是 拜登將會在5月20號的時候 到亞洲行 第一站就先到南韓 過去他可是先到日本 不過還有一個小動作 你可以看出影習院的政治手腕 也就是就職典禮他邀請了誰 這一次他的名單上面 有邀請到了中國國家的副主席王岐山 這個規格可謂是歷屆最高 為什麼呢 因為王岐山可是習近平的左右手 至於在日本的部分找的是林芳正 那當然也是希望韓日關係可以藉此修補 那至於我們呢我們又沒有被邀請了 在2008年的時候呢我們當時是 王金平跟國安會的秘書長成唐山 那結果呢人到首爾之後呢 被中國打腰所以最後呢是沒有辦法出席 2013年普警會就職的時候 王金平派團過去 2017年的時候 南韓是因為普警會被彈劾的關係 那當時是因為整個前總統 他因為貪污案被彈劾 所以文在寅後來處理的很低調 所以屆時我們是連人都沒有派 但是我們撇除臺灣不談 接下來到底親中親美 南韓整個的外交中軸 地緣政治的光譜到底會怎麼變動 當然現在外界都等著看 南韓新任總統尹錫月十號舉行就職典禮 外界關注焦點放在遠道而來的外國賓客 美國和中國都相當看重 派出比以往曾經更高的官員出席 韓聯社報導認為 這個場子成為國家外交戰的舞台 美國派出第二先生任德龍 出席隐席月的就職典禮 我明白這會是最初的會議 新的ROK總統和美國總統的歷史 總統拜登要求我 我個人給你送這個文章 表達他的祝福 由於拜登總統即將出訪南韓 任德龍也轉交拜登的信件 表達祝賀之情 日本則是派出外務大臣 不讓美日專美於前 中國派出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就是擔心尹錫月跟美國走得太近 應該說從尹錫月進行期間的表態 包括當選之後他的特使團 包括他近期的一些表態來看 當然他雖然說他非常的看重 非常重視中韓關係 但是看起來恐怕更加傾向於重視 強化美韓同盟 外界分析 尹錫月上任之後 南韓的國防外交政策將會大轉彎 尹錫月在外交政策上主打親美 相較於文在寅政府 因為顧忌中方觀感而態度模糊 尹錫月則是明確表態支持 四方安全對話 這恐怕讓中韓關係出現變化 在中美激烈的戰略競爭背景之下 特別是美國拜登政府 利用他的盟友 夥伴 加大對華的戰略打壓 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如果說韓國稍有不慎 那麼和美國如果說真的一起 對中國進行打壓的話 我相信這樣的背景之下 中韓關係很難走得很遠 因為你想尹錫月團隊 現在提出來在韓國 部署美國的戰略資產 但實際上這些戰略資產 這些武器你說是對付誰的 它不僅僅是對付朝鮮的 很大一部分是對付我們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 就是說發展美韓同盟 那麼韓國的這個出發點 或者韓國的目的 和美國的目的是不太一樣的 先前接受專訪時 尹錫月表示對南韓來說 中美對抗既是危機也是轉機 尹錫月曾在美國外交雜誌 署名文章中稱 構築堅固的韓美同盟 是鞏固韓國外交的中心軸 不但直接表態 韓美同盟是韓國外交的中心軸 尹錫月過去還曾表示 不排除擴大部署 由美國主導的薩德系統 不過說是一回事 尹錫月還是不敢直接激怒中國 就職典禮也沒有發正式邀請函給台灣 因為即便尹錫月總清美路線 南韓在國際貿易和地緣政治上 一時半刻也無法與中國迅速切割 南韓外來外交路線勢必會牽動亞洲的政治局勢 三立新聞一流報導 尹錫月湖 九日 三立新聞 三立新聞 三立文